第317章 中距离传送阵 家里城这边的消息已经传回总部了,总部那边也不再催促他回去述职,张浩轩也有最好的理由,那就是稳定这边的情况。 组织那边已经知道这支史莱克战队是属于救赎学院的,自然是大家褒奖。 张浩轩趁机向总部汇报,称自己贩卖阵盘的收益实际上都购买了物资来培养学员,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成就。 阵盘继续做,继续卖。 当然,还是只有聚灵阵,传送阵盘不是可以随意出售的,张浩轩也不会做。 本来是打算尽快去的,但现在看来,大斗兽场的团战比我想象中更加困难一些。 而且对于大家的成长好处很大,我倒是觉得不急了。 每一次魔力之后,都让大家一起修炼提升,有了进步之后再去,时间长一些,但好处却会更大。 您多攒点钱,等我们什么时候完成时长比赛之后,咱们再去呗。 好。 张浩轩点点头,然后又表情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,道。 阵盘这事儿,你看,那传送阵盘什么时候教教我呀,那可是好东西啊。 唐三微笑道。 我正打算跟您说这件事呢。 传送阵盘不及,咱们有另一件事我觉得可以开始筹备了。 什么事儿? 张浩轩好奇地问道。 唐三道,现在您也已经进入神级了,再加上司儒老师。 和你们二位之力,有个设想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 因为我们参与团战的原因,咱们学院暴露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加大。 为了安全起见,我觉得咱们应该布置一个传送阵,一旦学院遭遇到危机,那么,就把大家都传送到黄金山谷这边来,以确保安全。 算是一条后路。 张浩轩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 你,你等等,你说什么?传送阵,长距离传送阵。 唐三点点头,道。 准确地说,应该算是中距离吧。 长距离说不上,没多远。 张浩轩吞咽了一口脱液,急促地道。 真的可以做到吗? 黄金山谷是他和唐三一手建立起来的,这里的生命气息日益浓郁,黄金树茁壮成长,在这里修炼,绝对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如果没有黄金树,他想要突破神级,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。 如果能够有一个传送阵这样的存在连接到旧熟学院去,那简直就是解决了大问题,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啊。 唐三点点头,道,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。 您可以把这个传送阵理解为一个大型的传送阵盘,但需要的资源会比较多,还要进行一些实验。 没问题,只要是咱们学院有的,多少钱都干了。 张浩轩太清楚这样的一个传送阵意味着什么了? 黄金山谷这边的连环阵效果绝佳,哪怕是已经身为神级的他,曾经尝试过不携带阵盘进入,都是如同进入迷宫一般,三绕两绕就到了另一边,根本找不到山谷的存在。 如果能够有一个随时能将全学院师生们随时都传送过来的传送阵,那对于旧熟学院来说,保障就太大了。 唐三微笑道,那行,我回头给您个清单。 您跟我把这个传送阵弄好,传送阵盘怎么做您大概也就明白了。 别回头了,现在就写,我现在就去准备,这件事已早不宜迟,越快越好。 张浩轩一脸的急切和期待,他现在根本就没心思去问唐三这些神奇的法阵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 这东西实在是对他触动太大了。 反正,唐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,他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状态, 甚至已经将唐三当成平等的存在来对待,而不是自己的弟子。 在唐三于大海之中帮他突破神级的时候,他就已经明白,唐三身上的秘密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多。 但至少有一点他完全肯定,那就是唐三是人类,心也在人类。 否则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事情。 淡淡的微笑浮现在面庞上,唐三没有耽搁, 很快地给张浩轩写了一张长长的清单,将所需的物品全都交代清楚。 张浩轩立刻就离开了,传送阵那那可是,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 张浩轩走了,唐三脸上笑容收敛,经过这几年的努力,在这个世界总算是稳定下来了。 等传送阵在建立好之后,让九熟学院有了退路,那么,自己这份根基也就算是稳了。 通过传送阵进入黄金山谷,就算是未来有学员被抓住拷问,他们也不会知道黄金山谷的确切位置。 等这些完成之后,再去组停自己也能踏实了。 现在,唯一不在他掌控范围内的,就是不知道美公子的闭关要持续多长时间才结束。 距离美公子开始闭关已经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,一年多以来,他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他,可是,却又偏偏不能去找他。 现在只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结束闭关吧。 唐三正思念着心底的那一抹亮影,突然,心有所感,目光朝着黄金树的方向看去。 一层淡淡的白色光韵,恰好在此时徐徐升起,看到这一幕,唐三眼中顿时流露出惊喜之色。 身上荧光闪烁,下一瞬他已经来到了独白身边。 白色光芒正是从独白身上奔涌而出的,白光阴晕缓缓缓凝聚,逐渐幻化出奇异的光影,光影渐渐凝实,正是两尾天壶的样子。 清晰的光影越发凝实,眼眸中散发着淡蓝色的光韵,奇妙的感觉萦绕在唐三心头,整个黄金山谷内,也似乎是多了几分什么似的。 这是气韵之力在凝聚的迹象。 它要突破了。 强烈的外界刺激加上黄金树的生命能量,终于帮助独白提升到了足够的血脉之力。 血脉之力生疼之中,独白脸上渐渐流露出了痛苦之色。 它的精神力明显开始剧烈地波动起来,受到气韵的影响,不稳定地律动着。 幸好是它修炼了子吉魔童,精神力已经提升到了九阶的层次,否则的话,天壶便在进化过程中最危险的就是突破的那一瞬。 天壶妖族在突破的时候,都一定是有修为强大许多的长辈在旁边守护下才会进行突破。 而此时独白的守护者,自然就是唐三。 唐三没有急于去帮它什么,突破的过程中,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效果会是最好的。 它会尽可能地少干预独白的突破,甚至连气韵提升都没有帮它做。 有黄金树庞大的生命能量作为保障,如果它还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突破,那么,之后想要突破七阶就会更加困难。 独白的身体伴随着头顶光影的凝食开始轻微地颤抖起来,它的精神力正在受到气韵之力的剧烈冲击,体内的血脉也在沸腾。 气韵就像是血脉沸腾中产生的蒸汽,汹涌向上,却又极其不稳定。 精神内手,任它摇摆,唐三低沉的声音在独白耳中响起,似乎是因为听到了它的声音,独白的身体顿食稳定了许多。 在它的下意识之中,会认为有唐三在身边,一切就都不是问题。 精神、情绪都迅速收敛,静视一下就稳定住了。 作者,唐家三少 感谢 晚安 �览